大家好 就说一下相信因果 不相信因果会吃亏的 比如说舍得这个道理 那就是一定的 有舍就问有德 那在念佛法门里面有一个因果就是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这个也要信的 其实我没有那么信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一直念佛的原因 因为你还是没有那么信嘛 所以其实 但你信一部分 你信一部分你就能去做一部分 对吧 因为你信一部分 所以大奸大恶你就不敢去做 是不是 所以因果还是要去相信的 那你相信多少 你自然就能够做到多少 我们希望是自己可以 越发的去深信 加油